公費流感疫苗從昨天開始施打 那麼這兩天我有到我的選區去看 那麼這個來打疫苗非常踴躍 非常踴躍 那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我們這一次的四架流感疫苗 準備的大概將近七百萬劑 對不對 到最後會不會不夠 目前從過去的經驗去算的話 應該會夠 你認為會夠嗎 大概三十百分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我們其實是六百九十八萬六千九百劑 但是現在碰到一個狀況 我想這兩天也有很多委員 有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呢 我們接到很多的電話 甚至我今天在整個流感疫苗施打的現場 還有很多人在問我說 我會不會打到高端疫苗 那我們都還要幫忙去做一些宣導 那我們現在我給你看一個照片 就是今天我到我們施打流感疫苗的現場 然後呢 很多的這個台北市衛生局現在做了一件不錯的事情 當然這是剛開始 在很多的施打疫苗的這個注射站前面 他就會貼上說 今天的流感疫苗接種的廠牌 當然因為現在國光他的數量比較多 他就告訴你治國光 因為昨天就發生 好 有人一直排隊一直排隊 排到最後說 要打高端疫苗 他不要打 然後就開始抱怨 然後就開始罵里長 好 就開始罵那個健康中心的人 好 所以現在確實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包含校園裡面 好 有很多的家長 我們都接到很多的這個陳情 說他的孩子不要打高端 好 然後現在很多現場的也直接去問 今天有沒有高端 如果有高端我就不打 好 或者他排隊我剛才講了 排隊會發現還要打高端疫苗 他就當場就活大起來 好 那現在的問題 我剛才為什麼在問 因為在今年的高端疫苗 有七十萬劑 佔了百分之十 如果現在的狀況一直持續下去 那而民眾打疫苗的意願又非常踴躍 所以我擔心啊 我擔心會不會最後我們的流感疫苗 公費流感疫苗不夠打 其實這四種公費疫苗他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經過評估 這個你已經多次說過了 對 所以說原則上是不需要去特別指定廠牌 那我們目前就是廠商的這個疫苗到貨的話 先到貨我們就先鋪貨然後就先施打 但是問題是大家不願意打 你知道昨天還有一個訊息 就是說臺北榮總 就是開始不知道從哪裡傳 說臺北榮總的高端疫苗是三倍 比其他廠台多三倍 臺北榮總嚇死了 趕快出來澄清嘛 說這是假訊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的民眾對於高端疫苗是有信心的 臺北榮總不用害怕啊 反正大家都會打啊 大家就不會選什麼廠牌嘛 那為什麼臺北榮總嚇死了 趕快要出來澄清 所以院長 部長 今年三月十號 就在這個這裡我們的議場總質詢 我就詢問了 說這次四架流感疫苗我們的採購 是不是包含高端 我在三月十號 當時部長說 哎呀也不一定啊 因為那個時候我早就聽說 就是會有高端 而高端的問題就是在 民眾對他已經失去信心 我想這個 這個疫苗 如果你們硬要把高端弄進來 我現在擔心的事情就是 那很多人還是在打 很想打 到時候 現在比如說他有國光 比如說今天他們就接種國光 國光比較多嘛 那未來他可能 像他有的 在比如說包含什麼 塞諾菲什麼東西之類 民眾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到最後 比較晚去打的 他又不願打高端 他又沒得打 發生這種狀況怎麼辦 這種狀況不一定會發生啊 我問你我三月十號問你的事情 你說不一定會發生 結果發生了 你當時沒有聽我的話啊 你當時聽我的話 你要把高端納進來 人家他的疫苗是合法通過了我們的 你在想這些 因為 你能夠說 你沒有資格可以進來嗎 我現在是要為所有 要這次要施打 但是他不要打高端的民眾 他會不會到時候打不到疫苗 現在你告訴我 我比較擔心的是 你在選擇疫苗的品牌的時候 那因為你不喜歡打 那所以說還要再delay 民眾本來就可以選擇 我請問你民眾有沒有選擇權 可以 但是他選擇的話 他打疫苗施打 會往後要再等 他會不會打不到疫苗 你不敢 你不敢那個承諾了嗎 那請問一下部長 高端的新冠疫苗 當時我們銷毀多少 銷毀差不多將近兩百萬劑 將近兩百萬劑 比我們原來所知道一百六十萬劑 一百七十萬劑更多 銷毀了十三十四億 我們的納稅人的錢 所以為什麼當時三月十號我要在這邊質詢 我就是告訴你 當民眾對高端沒有信心 當高端從來沒有涉及 都被人打 那你今天就出現這樣的狀況 委員 這是大家對高端沒有信心 是你所接觸到的這些人的看法 我直接告訴你 我對高端沒有信心 我根本對高端沒有信心 我沒有這樣選擇嗎 可以啊 我沒有選擇權嗎 你有選擇權 但是你講說大家都沒有信心 這個是你的看法 部長 我現在我只要求你們一句話一個保證 就是現在民眾他要打公費流感疫苗 而他不要打高端 我要確定他們可以打得到 可不可以 你承諾啊 連這個都不敢承諾嗎 其實每年這個流感疫苗打的情形 我們過去也曾經說 因為大家打得很踴躍 所以我們的疫苗不夠 所以就後來又要加工 所以你不敢承諾 這個有 所以你不敢承諾 所以我要講的 既浪費錢 又不能夠滿足我們民眾施打疫苗 就是注射疫苗的需要 這是你的看法 這就是 會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所以院長證明給我看 待會兒就是等到我們這次 這次施打疫苗結束之後 我要確保 想要打公費流感疫苗 而且他是符合資格的 都要打得到 至於這個高端 我到時候就要看 到時候我們 會不會又被銷毀 高端 我剛才講的 快兩百萬劑 我們買五百萬劑 銷毀了快兩百萬劑 對不對 超過三分之一 所以下次會不會再銷毀啊 現在這一次 我們高端承諾的是七十萬劑 對啊 會不會銷毀 有沒有可能 到時候如果再銷毀 任何疫苗 如果剩下來是過期的 當然要銷毀 對啊 所以我就看 這次高端疫苗 會不會又重到覆轍 錯誤的政策 不能一而再再而再 這個不是錯誤的政策 當然是錯誤的政策 我三月時候就告訴你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效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對行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